大哥不方便过来 让他的小弟找我出这个勾压的相机包 和一根哭泣的腰带 结果令人大抵眼镜 我们一起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包 包是你的对吧 我给你大概看一下 因为回收是要登记身份证的 还是要签字的嘛 还有皮带对吧 这个是勾压的 小票有吧 小票我不知道 我问一下 这包不是你的 是我哥的 他会进行你联系的 他本身不在对吧 那你身份证等一下能出事的 包情况给你讲一下 这个包的橙色 你看你发黑 做皮 边角做皮 内带 发黑哦 很脏了 这一款是勾压的相机包 是一个绿色的 价格是很贵的 买过的应该一万多吧 一万多要是吧 然后像这种橙色 我只能收个几千块钱 跟他已经沟通过了 嗯 可以的啊 可以的 然后还有个皮带 皮带是他吗 皮带的话是谁的 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对吧 皮带呢 我看了一下是有点问题的 假的 假的 啊 他知道吧 我不知道他知道 也不知道对吧 那我跟你讲一下 反正你这个橙胶毛 这个就免费鉴定吧 帮你看一下 看一下 嗯 这种双锯 然后是五星做旧款的 嗯 应该要 这个地方 嗯 啊 是发黑的 这个凹槽的地方 你这个是没有任何发黑 这应该是发黑的 一定要发黑的 这是五星做旧的痕迹 不能那么亮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这还有对比 嗯 看字体嘛 嗯 先看正品的 G跟C的字体 一定要正圆形的 嗯 然后看一下你的 我们看这个G 变成椭圆形了啊 不是正圆形了 肢体也不对的 工艺都是不符合的 然后他应该 这里还有一个 东西被剪掉了 关键就算是真的 这个也 卖不上假 因为是佩戴过的 嗯 这个皮带是假的 你跟他讲一下啊 包是真的 皮带是假的 那我现在给你 登记一下 好吧 我给他说一下 皮带有问题 他老是买到假 啊 他老是买到假 我执行一双 普拉达的 婚鞋 他妈 搭买过买的 啊 也是假的 早前买的 他带过 他在非洲的不方便 哦 没法去穿柜买 就是早带过 就想买到假货 他人在非洲啊 对 在非洲工作的 哦 那他现在 没在这里 哦 这两天在上面 哦 之前有买到 假货的先例 对吧 呵呵呵 就城市比较新的话 只可在 在大几千吧 不太保值的 也小众是吧 对 比较小众 对 他皮带潮牌店买的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专柜买的 嗯 皮带潮牌店买的 嗯 在上海的哪里啊 不知道 我在问他 嗯 潮牌店买到假货 你要找他退了 嗯 那要把钱退掉 这个皮带的 有价格 有价格吗 要4千多吧 专柜的价格 嗯 如果潮牌店应该会便宜一点 三千块钱 对 他还是 转给他 转给他 对吧 过去的 你可以吃他吧 是的 嗯 好 好 那你这个皮带带回去吧 说一下 你让他这件买的 好 谢谢你啊 好 再见啊 再见 所以啊 买这种生饰品啊 靠谱是非常重要的啊